鼻樑不正的男生会怎么样呢 我们讲说 邪正看眼鼻 鼻子不正的人 他心也不正 那心不正的人 他很容易就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会想要去骗人 而且这种骗人就是 反正我可以骗我就骗 骗不了我就凹 而且他骗人会骗到 连自己都相信 真的我就那天 我真的就是去休息一下 他刚好来借厕所 他刚好来借厕所 我也不好意思不借 讲到后来他就觉得说 对啊 他是来借厕所 他刚好用了洗手间 可能他刚好有分泌物 用了洗手间 卫生纸顺手擦一下 他就自己讲到后来 他自己都会相信 所以这种是自欺欺人 骗到连自己都会相信 来 另外一个老师 是 请问一下 什么守面相的男人 最会睁眼说瞎话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叫做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所以呢 男人的话可以相信 母猪都会上诉 这个是我从小 长辈就说 千万不要太相信 轻易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 应该不是你妈说的吧 你从小长辈也就你妈 还有谁 对 我妈从小就这样 你妈是因为算命 听了很多案例 所以告诉你 而且她都会把案例跟我分享 所以我从小也听了 不少的案例 好 我们首先来看 怎么样会睁眼说瞎话的 男人手面相 那包括我们的另一半 我们的老公 还有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跟人家有业务往来 观众朋友可能说 你是男性 可是你跟人家有业务往来 或者是你要去 假设你要去买房子 你碰到仲介是这样子的 手面相 你也是要很小心 就是不只是我们的另外一半 来睁眼说瞎话 第一点 她的嘴巴歪斜 什么叫嘴巴歪斜 歪斜就是我们看 这个很清楚 就是她嘴巴会有一边翘上来 就是如果说她不是颜面神经失调 那她嘴巴歪斜 然后或者是她讲话的时候 会忽然嘴巴歪一边 那这样的状况表示 她这个时候 或者是她习惯性都在说谎 她谎话是信手拈来 那不但信手拈来 还包括她很爱硬 就包括刚刚高警官说的就是 我们就是环保爱地球 我们就是两个人共用一个东西 那甚至就不小心就滑进moteo 我就是想说这边比较好休息 我们比较好开会 就要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要硬拗 然后卖你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不管是好不好 不是我们东西不好 是你用的方法不对 什么事情都是硬拗 他就是很会拗 然后拗到后来他就觉得说 对啊 就是这样 那是你的误解 你误解了我们的方法 你误解了我的言辞 是你不对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第一种最会睁眼说瞎话的男人 那我们来看第二种 第二种呢 这叫鼻梁不正 鼻梁不正男生会怎么样呢 我们讲说 斜正看眼鼻 鼻子不正的人 他心也不正 那心不正的人 他很容易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会想要去骗人 而且这种骗人就是 反正我可以骗我就骗 骗不了我就拗 而且他骗人会骗到连自己都相信 真的我就那天 我真的就是去休息一下 他刚好来借厕所 他刚好来借厕所 我也不好意思不借 讲到后来他就觉得说 对啊 他是来借厕所 他刚好用了洗手间 可能他刚好有分泌物 用了洗手间 卫生纸顺手擦一下 他就自己讲到后来 他自己都会相信 所以这种是自欺欺人 骗到连自己都会相信 那所以碰到鼻梁不正的 老公 男朋友 还有业务人员都要小心 好 第三点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叫做牙齿吸疏舌头肩 我们知道牙齿吸疏的人 这个画的它是有两个洞 牙齿 门牙如果是开的 门牙有缝那是漏材 可是如果门牙跟旁边牙齿 就是好像中间都有一些些的缝 这个如果是业务人员 我会建议你去整个牙齿 那如果是天生的 这样子牙齿吸疏的人 他讲话呢 他习惯性说谎话 就包括 我问你喔 就是你早上吃什么 早上吃什么好像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他就会说什么 他说他可能早上是吃蛋饼 吃油条 好 他就会说我早上去军岳吃buffet 没有什么利益关系 他都会很习惯说 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真正的想法 有人是这样 真的耶 他就习惯性的 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乱讲 瞎扯 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没有目的 他就习惯性不说真话 他就是 而且如果说他讲话的时候 嘴巴那个舌头 因为我们看不到舌头 可是如果说讲话 习惯性舌头会舔一下嘴唇 舔一下嘴唇 他那个时候一定是在想办法 要骗你 他骗你可能就是想要营造 他自己本人的一个外在的形象 或者是他骗你就觉得说 我干嘛跟你说真话 跟你没有真的熟悉到那个程度 然后甚至他骗人就觉得说 我说真话对我未来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我绝对不可以说真话 这种就是吹牛绝对不会打草稿 而且他真的就是习惯性的 他一定要骗人 他不骗人他会很痛苦 所以碰到这样子的业务人员 老公或者是男朋友 这个就没有办法 我们就尽量要注意他 他说去军月 他可能就是去精华 对 他可能就是换一个地方 他一定不会跟你讲他真实的方向 那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业务人员 碰到这样子要卖你东西的人 千万要小心 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 我要提醒你观众朋友是这样子的 你朋友老师是吗 不是 他当然不是 他没有去军月吃吧 对 说就是这个抓狗 我们先问一下高警官说 你曾经有一对男女当场被抓到 可是因为说说辞荒唐 荒唐说辞 然后有脱身吗 说抓狗 当然现在通奸除罪法 是剩下亲爱配偶权 那我们那个时空背景 要去抓奸就妨害家庭 那所以一般都是由先生或太太 他会先委托 他的亲人或者委托真信社 那当然如果跟踪 跟踪他到先生或跟踪他太太 到了特定目标的时候 就在门口回你 另外一个就要到警察局来报案 我曾经自己我不骗你 因为这个比比皆是 可是这个案以后来让我觉得很压抑 去到现场里面 真信社有录到声音 还没进到里面 那录到声音之后 后来把门强制破坏 那可能后面要 那个也是他的太太要赔钱的 里面两个人其实就是休息 那衣服都穿得很干净也很好 那声音从哪里来 所以他那个声音是真信社在外面录的 那已经结束之后他衣服都穿好了 那真信社第一个动作一定会做 找浴室 找垃圾桶 找到卫生纸 保全激震 找到卫生纸 两张卫生纸 然后就送 太太提出妨碍家庭的高速 那这个案子后来有登上新闻版 这个男生说 没有错 我们是有来汽车旅馆 但是我自己在看成人片 所以我使用了一张卫生纸 当然是合法的 也没什么 我跟他没有做任何的性情乳接触 那在同一张卫生纸上面 也有女性的分泌物 那女生讲 没错啊 因为我们比较省啊 我们觉得 另外一面也可以用啊 所以我们没有把其他的卫生纸浪费 我们是共同使用一张卫生纸 真好啦 你如果敢说 摩托的卫生纸不用纸的 而且 可以自己挑的 而且环保爱地球是不可以的啊 不可以 对 这个案子判无罪 对啊 环保爱地球 人家是看情色片 你知道 比较缺的 是先生用一瓶 小雪用一瓶 是我们用一瓶 他没有那张卫生纸 对啊 没有实质的证据 你如果敢说我也好 所以 所以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说这个明明你就是知道 两个人赤裸裸躺在床上 他也说没了 这个 盖民被纯聊天 可能也不聊天 就是盖民被 背对着被想事情这样 会呀 是 真言错虾话 未来